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了 那么大盘的日K下一步又该怎么看呢 你看这一波可怕吧 这一波了 大盘12197 达到今天的8523最低点 您可知道跌多少吗 我帮您写一下 狂跌了3674点 您就理解为什么口口大哥上来要带小钞 因为很难背 跌幅 波段跌幅超过两成进入熊市 你知道跌多少吗 它跌了百分之三十 这不就摆明是熊市吗 葵葵大哥来请上来 您看跌那么重 破新低还出大量 显然糟糕了 还会再破新低 还没止跌 但您说快要止跌了 不懂 因为上个礼拜您说对了 说本周将会加速赶底 但是底真的见到了吗 其实这个底很快就见到了 真的喔 就差最后一个符号 什么符号 好 来我来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先把大盘整个跟各位做清楚的报告说明 来图 第一张图卡告诉你 就像瑞涵你刚刚讲的 这一波的高点跟低点 已经跌了3674点 它的跌幅是30.12%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从高点到最低点 有没有看到是一把刀这样子掉下来 对啊 请问这种怎么跌 它就是一定加速赶底 这叫一波到底 所以才会说那下坠的刀子不要接 对 那一接就受伤了 那我给你一个名词叫做 新手死在山顶上 老手死在半山腰 他去拆 其实就还是受伤 去摸底 然后最后呢 国安基金抵进场 所以国安基金成功在底部 对 他都像那个流氓一样砍杀的时候 那个警察外围就国安基金到那边站着砍 他也不会进去处理 等砍杀完血流成河 他进去收拾残局 这就是国安基金 那我问你 你这段话让我想到国安基金的长官们 在前几天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放在脑海儿想好几天 他说当国安基金 因为国安基金今天就开会了 他说国安基金进场 而后进场之后 没多久底部就出现了 这是国安基金操盘所说的话 你回去抓看看 那此话又代表着什么呢 我直接讲好了 我总共做过六次统计 国安基金的状况是这样子 进场的第一周是止跌 他就是让那个波动减缓减缓减缓 止跌 等一下来一个白板好不好 您说国安基金 因为他如果要准备开始进场了 所以国安基金 我写国安基金进场 是第一周 等一下等一下 让我写 好 第一周 您说是怎么样 止跌 好 然后再来第二周 然后接着是一到三个月 第一周是止跌 对 他目的是止跌 换蓝色 然后尔后进场之后的 一到三个月 一到三个月怎么样 他是呈现这种走势 会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慢慢走 然后到最后高档量会爆出来 然后拉高 桥结完 他就告诉你 我完成这个动作了 等一下 过去六次都是这样子 对 您说进场之后 这是进场 进场之后的一到三个月 是 就形成了上升轨道 是 然后涨跌互建 您的统计资料是这样 是这样 百分之百是这样 好 那我开始今天开心点了 好 回到刚刚的字卡楼 好 那所以只要他明天 今天看完会之后 如果一宣布 回到刚刚的图表 要进场 我们等最多忍三个月吗 应该讲说平均的 平均的进场时间是85天 那在这进场的期间之内 离场 投报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最高的时候达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所以我就要在他进场的过程当中 还没离场的时候 我顺着他抬校的几率 就跟他转一波 对 而且这个操作是要有两个月左右的心理准备 没关系 只要我三个月能撞 几个月都没关系 好来 那我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说 在技术指标已经告诉你 即将落底了 来 瑞涵你看喔 这个K已经到六了 这边我跟你讲说 这几年历史最低 当然这是六 好像这边是六点七了 历史最低是六点一 上个礼拜四年是教大家 当KD指标到K小于十以下 机会就来 对 然后他是过去历史是六点一 MACD的部分 今天柱状体已经到这了 他是过去都没有这么深的 过去是在10286 一万多 对 现在是21571 这所有的讯号 他都是完成的告诉你 他是属于加速感底 即将落底 那就欠最后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接下来后面表告诉你啊 好来 我们现在看什么动作 接下来是什么动作 先说动作 我想我现在 如果跟你说 国安基金过去在 一万两千一百九七点 跌到一万一的时候 跌一千多点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电视新闻记者 每次访问这些人 他都说 大家不要担心 要爱台湾 台湾殖利率很高 三年九 国安基金四季而动 随时会宣布准备开会 进场 你记不过讲了多少遍 我说没有跌破十年线 国安基金绝对不会进场 没错 有没有 我做过每次统计都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讲 十年线的时候 是在九零 抱歉 九一一三 现在好像是九一零四的样子 还是零零五的样子 我们可以马上先 先看一下十年线 九一零零五 对十年线移动很慢 因为它处于十年 九一零零五 对你看 你看从一万一千点 到今天两千五百点 这个移动平均才动五点 为什么你知道 它是十年平均总和 十年的意思就是 十年的平均投资成本 第一年的第一天 加到第十年的最后一天 再处于十年的总天数 这样子 这条线它的意义是告诉各位 过去十年来 所有投资人现在全部是赔钱的 因为它破掉 对就像五日均线 月线 季线 那个意思 回到那张字卡 就告诉各位说 我现在跟你讲 跌破十年线 你会不会相信 现在会相信 当时我所有节目都一直讲说 真的统计学就是这样 你不相信 等着看 隔了两千五百点 大家都相信了 它有三个步骤 你一定要去了解 第一个步骤是 先召开紧急会议 来安抚人心 信心喊话 大家不要怕要爱台湾 殖利率很高 你们要有信心 那是信心喊话嘛 所以葵葵大哥 今天国安基金就开会了 今天连总统都出来讲话 还讲了股票 要安大家的信心 大家殖利率 什么些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讯号 对 这个是在前一个阶段 上个礼拜 是礼拜五的八点十五分 召开的 现在是进入这个状况 现在是进入召开 临时委员会 紧急会议跟临时委员会 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面 紧急会议有先开了 紧急会议是在上个礼拜 的八点十五分 你记不记得 召开的时候 早上开的盘钱 对 盘钱宣誓 让大家安心 讲一些心脏喊话 那今天这个会议 就是决定要不要进场 对 这个是在五年后才发生的 这个召开完 什么叫五年后才发生 因为上一次的国安临时委员会开 是在五年前嘛 2015年嘛 现在是2020年嘛 所以已经距离五年了 才开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就会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今天晚上开完之后 告诉你 我明天要进场 或是告诉你 我明天不进场 这个答案就是 如果是要进场 就直接宣布进场 那台北股市 接下来的答案就出来了 接着下张图表 就把答案完整的出来了 等一下喔 所以您刚刚也说嘛 它宣布进场 如果要给的是这四个关键字 宣布进场 进场而后的三个月是上升滚上 没错吧 对 没错 好 所以听好 如果国安基金说宣布进场 是 那么就落底了 因此那个落底应该有两种情境吧 一个是人为 是落底 一个是自然落底 来看一下差别在哪里好不好 下一张 好 我先提醒大家 过去的经验 它宣布进场有两个时机 一个可以在今天晚上告诉你 就是明天的盘前告诉你 开盘请告诉你 另外一个是在盘中告诉你 通常盘中告诉你 那个威力是大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又跌了500多点 请问明天融资要不要追缴 要啊 如果明天盘中告诉你 国安基金进场 是不是早盘9点半 因为通常券商9点半之前 你会联络客户 你要补钱 不补钱9点半就砍 所以每次看到9点半 都是最低点 然后它如果明天盘中告诉你 那一定在9点半过后 那个旗子一定会先拉的 然后现货再拉 然后拉完之后收盘 它说国安基金今天宣布进场 明天再跳高400500点 等一下 会议是今天开 是 它有两种方法告诉你 今天晚上开 它可以啥都不说 或者四个关键字先不说 然后明天早上盘前 如果真的有心要帮这个盘 盘前也先不要说 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干嘛 盯着看吗 然后如果真的有心在盘中说 我们已经进场宣布进场 但是如果盘中说 还会有死掉很多的一批人 为什么 因为他融资断头 他撑不住 最后撑不住 断了之后 横扫进来 整个拉起来之后 哇 撒又拿拿 怎么卖完又涨了500点 隔天又开盘 又跳个四五百天 所以那如果盘中宣布 企图性更强 但是也害了一批 你还没说之前的那些人 那我问你 到底明天要什么时候说 当然是盘中说 拉台完留下影线 盘中过后说 那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会害了那一批 他说之前的 那你既然他都开会了 你再怎么样撑最后一天 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好歹你存折里面 拿出来典当一下 家里房子典当一下 撑一下 没礼貌 不可以操作股票到典当中心 但是真的是 他会开会的目的 就是要准备动作 那如果在明天 在盘前说的话呢 会让有一些人 比较容易不受伤 上来的时候 稍微减缓一下 你就调节一下 保留一些资金 下来再买就好了 听懂意思吗 如果盘前说 就会有另一波的短线的人 撤着你 已经进场护盘拉高 他去赚那个力头 但是那个效果会打折 我知道啊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这一段 所以盘中说效果好 那其他人自我保护伞保护好 好来 我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落底的讯号 已经即将接近 就是两个答案 第一个落底有两种 他一种叫自然落底 一个叫人为落底 什么叫自然落底 如果这个阶段 自然落底就是 你发现了疫苗 可以完全控制 这个盘不用去护 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一定会大涨 那我请教一下 美国跟台湾进行合作 美国已经对外宣布 开始把疫苗 万肺炎的疫苗 进行人体试验 我现在讲的是ING 算不算发现疫苗 算不算 算 这个算 但是我举个例子 瑞涵 SARS的时候 疫苗到现在发现了没有 因为疫苗发现的时候 那个SARS都不见了 不是我跟你讲 你疫苗的发 你疫苗的研发出来 赶不上那细菌的变化 病毒的变化 所以基本上 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我是诚实讲 好不好 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我不是说没有 几率不高 再一个就是疫情的高峰 明显出现 记不记得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站在这个地方 做那个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欧美的疫情刚刚起漲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提醒大家 那个欧美疫情 还刚往上走 现在疫情高峰出现了没有 你觉得诚实讲 没有 我告诉你美国甚至连卫生纸 跟肉都不好买 我刚刚那边有报告 说实在那些先进国家 欧美先进国家 尤其欧盟27国 我虽然远在亚洲的台湾 我还是觉得你们该打屁股 你知道吗 到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他们竟然会骂 会打那些戴口罩的亚洲人 你们健康的人都还不戴口罩 是什么戴口罩要被罚 所以难怪你们的高层会受感染 欧洲国家你们的防疫做得对吗 如果有人懂 你就把它翻译成英文 给他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民族观念 因为欧美的人士 他对亚洲人戴口罩 他认为戴口罩是重症 这是民族的观念 那他们就等着得病啊 我们不希望你 希望保护你 防疫就不做好 那我给你讲 现在开始改变了 真的他们开始改变了 因为人都有一个天心 叫怕死 真的是改变 我不骗你 大家一起努力 对 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现在发现疫苗 疫情高峰明显出现 或是疫情能够有效掌控 瑞涵 你觉得这三个几率大不大 我们今天客观来讲 同时并存就对了 现在还不存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可能 不存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为落地 就是国安基金进场 用大量的资金人为力量 去扭转趋势 这个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啊 答案出来了 现在就是明后天 这个答案出来就是答案 等一下 那我大胆那个假设 能够当国安基金的重要成员 我相信没有三两三 也不会成为里面重要的团队 你还记得吗 以前的国安基金 我们一些前的操盘手 财政部次长 前次长 也都就护得很好 你还记不记得 吴当杰 吴次长 当时就做得很好 所以当国安基金 他发现到 一件重要的大事 疫苗现在在人体试验 还没有到完全成功 高峰也还没到 疫情还没有办法有效掌控 我们讲的是global 全球 所以国安基金就是发现到 上面这个根本压根做不到 他只好自然落地 我等不到 只好被迫 用人为落地方式 让大盘落地 对不对 对 完全正确 太好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人让他人为落地 好 注意听 答案就在这张字卡里面 这些都是官员 对 但是他很微妙 来注意看 真的 我先跟你讲 注意看行政院副院长 他是这个主任委员 我先讲 主委 在这所谓国安基金里面 主要成员 他一定要七个到 抱歉 他一定人员要十一个到十三个 而且一定要采单数 为什么采单数 因为表决才会有答案 双授如果五五就没答案了 我觉得你真的好聪明 所以你注意看 这是基本观念 真的真的 你注意看 这边有几个人 我们先算人头 好 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有没有注意到这边七个人 单数 对 那另外的呢 是由学者专家 是由政党来提供的 比如说像立法院最大的党 现在在野党最大 国民党他提供人员出来 让你慎学 由党派来提出来慎学 那这个慎学人一般是四个 你也可以六个 你有没有发觉 这里面有个学问在 你管他四个六个 因为这个七个 他就能决定了 你这些人进来只是背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他一定要十一个到十三个 如果七加四等于十一 七加六等于十三 可是这所谓的这个七个 他是不是这里面最大的多数 当然了 所以你管他 而且都是官方 所以你管他 好 接着重点来 注意听 行政院副院长 是不是代表国家 当然啊 央行我跟各位讲 央行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央行有多少钱吗 四千七百四十亿美金 这是美金的外汇 我们台湾的外汇 存体非常多 对 财政部长 财政部是掌管 五千亿的国安基金 但是我先说明一下 国安基金可动用的 就是五千亿 在法律规定 他有两千亿 是来自国库的债券 国库的股票 去跟银行做担保 我借两千亿出来操作 另外三千亿是由邮政劳储 是由邮政劳储 四大基金 对 四大基金借 但是他付他利息 可是利息很低 好 注意看 这个家伙有四千七百四十亿美金 什么这个家伙 这个央行 对对对 讲错了 我们的央行 因为他每年真的赚好多钱 有四千七百四十亿 对 财政部有五千亿 掌管五千亿之亿 交通部是不是讲的 就是那种秘密小金库 其实你要他拿多少钱 他真的都拿得出来 交通部怎么会有钱 交通部那个交通建设 那资金多大 有的都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来 先前回座一下 哎呀 怎么国库大哥 今天不小心就把政府 有哪些资金抖出来了 没关系我们呢 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 我们要的是 只是这一笔钱够不够 刚刚呢 你知道广告时间 他们专家四位 在私下在聊 市员呢 问了葵国大哥 葵国大哥跟子昂老师讨论 建成还在那边做判断 你知道他们聊什么吗 如果今天外资再秀一下 广告前秀一下外资的狂卖筹 如果今天外资很了心 就是把你台积电 卖卖卖卖卖卖 你可知道台积电 当时呢 最高的持股比 外资持股比台积电七成八 这么一卖 台积电现在外资持股比 卖那么多的台积电 还有高达76%这么多 所以如果外资很下心来 狂卖你的话 我们hold得住吗 我们接得住吗 接台积电也好 接全众股接大盘 你撑得住吗 这个问号要由钱来找答案 一直进广告 回到这样之后 葵国大哥来告诉大家 我们弄懂了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本事 多少的钱就知道 是不是这次护得可以护出一个上升轨道 大盘要结语咯 第二个 就是葵国大哥盛场的 今天要抓 如果短期上真的有 急跌之后 狂跌三成 三千多点 弹了一下 那么是不是技术挂帅呢 这个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我们又抓出了哪八档标的呢 葵国大哥逐一检查 马上回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